香港禁止行動 在今天整理到第十五天 早上在旺角界的所在是發生到 緊密的衝突 好在並沒有人來受傷 另外香港政府輸的這個林鄭苑 兒長也來中心 他對著不可以跟禁止 核心來對話是覺得很失望 不過他也堅持要對話基礎 必須在北京林大國際的 剖算的狀況之下來進行 不過這是給禁止民眾吃飽罵 因為說政府是說一筒 做一筒不可以來跟他們對話 所以認為這個降臨行動 必須要繼續下去 在禁止運動主張政府總部頭前 美羅頂管的播放越來越多 港府高和平民宣佈 暫停和核心對話 香港政府輸到林鄭苑兒 在一合的標示 他對出感到失望 不過堅持對話的基礎 必須要在北京林大國際的 具體控制裁 先進行第二輪的民意諸遜 不過占領的民眾 無法接受港府的共議態度 有很多人因為對政府失望 電腦更加堅定 登記占領的關心 因為林鄭苑都沒有唱吉他 他怎麼去彈 非常失望 香港政府不願意跟我們學生對話 有一個義大利一位林鄭苑老師 本來是要去中國教授 在過境香港的時候 特別到政府總部頭前想說 拿尖點運動加油打去 另外在補房外面 也有很多人出民主的表記 都代表尖點運動 絕對不會這麼簡單的風氣 現在總好報道